對於我們女人來說 衣櫥裡永遠少一件衣服 永遠都覺得我們的衣服不夠多 所以呢更衣室對大家來說 真的好重要對不對 文玲我們更衣室呢 要怎麼樣把它規劃的這個盡善盡美 讓女主人使用起來 或者是男主人使用起來都會覺得 我還沒跟 在更衣室的規劃上來講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會比較希望屋主 他可以先大概把他自己的衣服 做一個分類 我懂你的意思 你可以事先想一想 你的洋裝大概有多長 你的西裝褲西裝外套大概有多多 然後做一個整理把它列出來是不是 對不一定說要很詳細 可是就是一些生活習慣 比如說我們曾經遇過一個屋主 他是鋼琴演奏家 所以他的禮服就很多 那就很長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必須幫屋主想到說 我的禮服比較長 所以我的吊感的高度 可能要比一般家庭使用的 還要高一些 那就像您剛剛講的 男主人的部分 如果他有西裝 那肩膀或衣架是比較寬的 那我衣櫃的深度都要做得足夠 另外呢 例如我可能是 我比較喜歡衣服是用摺疊的 那要怎麼樣來表現 如果摺疊的話 我們也有遇過一些屋主 他喜歡全部用拉欄 因為我摺疊的衣服 我可以直接看得到 那有一些屋主他會覺得說拉欄 可能我衣服放在最下面 他會有那個壓痕 所以他的習慣性是抽屜 所以這些都必須要是幫屋主做一個考量 是 而且你知道嗎 我很羨慕很多女藝人 他們很喜歡在社群網站上面 公布他們的這個更衣間 因為我都覺得 這個是展示間吧 如果我家裡這麼大 我是不是也有其他的這個設置 可以再放到裡面 如果說我們更衣室的空間 比較足夠的話 一個方式就是像您剛剛講的 有一個中島的展示 那最上面的話 我們的規劃會用是一個 輕玻璃的方式 有點像展示櫃 在精品店裡面挑東西的感覺 我今天想要戴哪一隻手錶 想要拿哪一個耳環 我就直接看 對 那再來的話 還有就是女生 除了衣服、鞋子、首飾 包包也很多 對…明台包很多 對…我們也幫屋主規劃 就是說我們空間如果足夠 我們就規劃一個類似 也是精品展示的玻璃櫃 那我在最上面打一個燈光 那我每一個包包都可以 有展示的空間 那有時候朋友來坐在那邊 或者自己在更衣室裡面 看到那些包包 其實就會還滿開心的 對…沒錯 就自己就覺得 哇…這是我的戰利品好多 進到更衣室裡面 我就覺得好滿足 所以呢 不要忘了要多跟你的設計師做一個溝通 這樣子你才可以擁有一個最完美 最盡善盡美的更衣間